男人胸口长了一个黑洞 这个黑洞是上古昆仑须的入口 而昆仑须里封印着一只神尸 他实力强大能吸食天下所有生灵的生气 不但如此手下的信仰者还不断为他献上活人祭品 但他的残忍手段最终引起重梦 一直以悬门中人组建的队伍发起了反抗 历经三年以惨痛的代价将神尸封印在昆仑须中 为了纪念那些牺牲的悬门一世 世人将他们称为山上之人 但五百年后那个封印开始松动了 里面不断地跑出神尸的手下在人间作恶 而这个叫做张道林的男人就是当年那群人的后裔 为了寻找加固封印的办法 他再次踏入红尘 就在他来到这个城市的雨夜 一个女孩在午夜两点对着幽深的轻轨难难自语 因为这个城市有个传说 只要在下雨天的午夜两点 对着青龙街的轻轨站台许愿就能有求必应 我没想到的是女孩的愿望 竟是让自己的家人全部消失 就在第二天的清晨 女孩锁住房屋的楼道上传来了诡异的声响 而在屋内吃着饭的父母和哥哥 被这声音吓得都停下了手中的筷子 他们抬头惊恐地看着窗口的方向 门窗上贴满了珠沙画的符路 可下一秒窗户外就出现一个个手印在疯狂地拍打着 顿时那些符路就亮起了一阵红光 看着这些诡异的手印 女孩的父亲安抚着男孩和自己的女人 壮着胆子来到窗口 但他接下来的行为无疑是愚蠢的 他竟然抬手打开了那扇窗户 抬头看向楼道的上方时 一个女人竟然好似壁虎般四肢抓着天花板 空洞的眼睛里泛着一丝丝妖异的白光 正死死地盯着她 而且女人的眼里布满了血丝不断地旋转着 嘴中也发出一阵阵磨牙的声音 看到这里男人紧张的神经终于崩溃了 大叫一声就亮呛地倒在了地上 因为外面那个女人他认识 赫然就是前不久消失不见的女儿 可就在此时 屋内传来了一个不耐烦的声音 不是让你别开窗开门吗 为什么就是不听吗 说话之人正是刚下山的张道林 其实他的出现并不意外 因为他早就察觉到了神势手下的气息 才提早来到了这户人家 帮他们降服这些鬼东西 而听到这个声音的男人 仿佛有了一丝勇气 再次抬手指着那个女人说道 张道长 她就是我的女儿小林啊 话音刚落 那个叫小林的女人张着嘴 就朝男人扑了过来 好在张道林眼疾手快把男人拉开 下一秒手中就掐起了法应 打飞了小林 小林被这股浩然正气瞬间弹飞出去 可不一会儿他的身后 就出现了一个蓝色蛇身的虚影 原来那碗小林许下的愿望 被这妖物听见 就附身在他身上 来到这里帮他完成行愿 好在张道林之小此事 才让这家人幸免于难 只见他在地上画出了一道红色的法阵 镇眼出一个风姿诗那么的醒目 然后取来一碗清水 放在了镇眼上方 随着他咬破手指 把羊血滴入碗中 那个妖物就发出了 凄粒且不甘的叫声 但随后他就被吸入了那个碗里 张道林此刻再次结印 按向了那个碗口 一到金光锅后 碗中就出现了一条 鱼头蛇尾的东西 而小林也恢复了正常模样 叶关羽告诉男人 附身小妹的是钩蛇 一种水生的灵兽 男人很势不解 自家闺女从小就和这些 水里游的亲善 怎么会出这事 叶关羽安慰表示 没事就好 此间事了 叶关羽收钱走人 骑上自己的单车 穿街过巷 不多时 叶关羽回到了自己的 山海之间水族馆 进到里面 他先将钩蛇 放进了一个鱼缸中 加了一道封印 然后走上了二楼 点了一根叶 在一堆老照片前的香炉里插上 晚上 这个城市下起了滂沱大雨 一段轻轨铁路下的地下水道里 传出了一个消息 朱军 人身上不足服用 还需摆口 以迎圣物回归 这个消息 被藏在草丛里的一只 不简单的青蛙听到了 事态严重 青蛙打算赶紧回去 把消息汇报给叶关羽 但就在青蛙刚转身 准备悄游走时 青蛙回头一看大吃一惊 心想这东西挺别致 自己不是对手 逃命要紧 于是他赶紧双掌一合 施展神通 文坛术 锦绣文章 只见一个卷轴猛地展开 将那缕白发切断了 紧接着 他双腿发力溜走 刚好脱离危险范围时 那缕断开的白发 猛地击中了他的背鱼 此时的叶关羽正在休息 一边敷着面膜 一边看着名为狂飙的电视剧 忽然窗台那边传来了声音 很快一只青蛙爬了上来 青蛙名叫马希驰 受伤严重 叶关羽本想先帮他疗伤 马希驰却死死抓住叶关羽的手说道 小生命不久已 唯有一事虚告之夜老大 妖魔们在聚集 有消息说 神之谷再度现实 他们在寻找有灵力的人 做人生来陷阱 叶关羽联想到今天男人说 自家闺女从小就和水里游的 亲善的情况 心想自己搞错了 他来到钩蛇的鱼缸前说道 你附身那个女孩不是想害她 你是在保护她 只是因为叶关羽的一时疏忽 雇主一家三口 当晚就死于非命 办案人员很快就来到了现场取证 带队的是刑警队的女刑警朱颜 通过分析现场的痕迹 和死者的伤口 朱颜基本可以判断 死者都是被一击致命的 看了看墙上挂着的全家屋 这一家四口 除了小女儿都称时势 朱颜注意到 一个房间的门破了一个打洞 哗啦一声 拉开着房间的房屋 虽然没有发现少女的踪迹 但朱颜却有了惊人的发现 只见房间的墙壁上 画着一个黑色的圆形 四周满是人形图案 忽然身后传来了 一阵惊慌的声音 打断了朱颜的思绪 她连忙回过头去 觉得尸体的血润 忽然都化成了水 结合墙上的图案 朱颜联想到十年前父亲的案子 不多时遗体都被清理出来了 一直躲在一旁观察的叶关羽 也确定了 这就是人生祭祀 心想自己得赶紧找到那个小姑娘 不然还会死人 就在这时 叶关羽注意到自己的包 忽然亮了起来 她拿出包里的勾蛇 本想问什么 却发现了自勾蛇 延伸出去的毛线 她立刻懂了 你用尾勾锚定了那个姑娘 说着 她晃了晃带子的勾蛇问道 你们到底是什么缘分 舍得这么帮她 勾蛇 我帮你找人 你欠我一个人情 怎么样 看到勾蛇答应了 叶关羽赶紧解开她的封印 解封的封字刚出口 毫无准备的叶关羽 就被带飞上了天 但这水龙实在太招摇 太拉放了 很快就吸引了有心人的关注 男人只是对着天空 比了一个音 水桶错的雷霆 便直辟而响 坐在天上骑着手的叶关羽 叶关羽连人带蛇 同时万米高空脊椎而响 好在蛇不是普通的蛇 是极为少见的灵手 勾蛇 在落地之前 用尾巴勾住了一块木板 可以顺利降落垃圾桶 施展雷霆的神秘人 也走了过来 神秘人头戴面具 无人撑伞 三雀浮于身后 想必也是行走于世间的修行者 这里面是一百枚上品厅师 导游就此罢手如何 好大的手笔啊 看来你跟小美的事情 肯定有关了 你一个初识镜的小散修 我劝你不要得尊尽尺 我劝你逼歪的 他老子从天上披下来 还这么嚣张 物之所谓 我告诉你 我来独卷上进 踩山道 石干狼 照研发是吧 散修就是散修 叶恩神道 万法归零 提神之人 我在这儿呢 孙子 小子 境界低微 法宝倒是不少 你多就行 叶恩神 再愁死 法卦长 于须过关 走了 青春之南 赤如之灵 这家伙 真的只是 出实境 解决完神秘人 叶冠羽摘掉其面具 却发现只是一张任皮奥 可这家伙明明用的是悬门道法 但任皮奥分明又是邪道 莫非挖小马打听到的人生祭祀 由悬门中人参与 预感事情蹊跷 叶冠羽加快脚步 朝小美方位赶去 与此同时 上一集的小区内 小美一家竟惨遭灭门 警察已经赶到 忙着拍照取证 这便是我们的女的 警官是中城区刑警队 朱岩 朱岩心思缜密 很快就看出 屋内并没有过打斗痕迹 当看到客厅的全家福时 心中已经 一家四口 除了小女儿 都沉是室内 这是 什么 这是一个神秘图案 似有一堆人 在朝着中间巨大的黑洞魔本 那黑洞内 似乎封印着极为恐怖的生物 而这个图案 他不止一次见过 正当朱岩看得入人之间 屋外传来同事们的惊呼 原来同事想挪动尸体 但尸体竟然化为了一滩血水 紧于人皮 朱岩大惊失色 神秘的涂疼 血肉化湿水 今和十年前 自己父亲的案子一模一样 现在所有的线索 都指向了失踪的小美 收到回警局势 队长终于接到了线索电话 在江南轻轨站 有人看见了小美 人害的爸爸死了 弟弟死了 妈妈也死了 仅仅因为自己叛逆期的一个许愿 全家都没了 骨头血肉化水 只剩空空脾囊 女孩名字叫小美 打着赤脚 无家可归 来到了自己曾经许愿的轻轨站 此刻她神情恍惚 自言自语 一路静止来到站台 上了开往码头方向的轻轨列车 与此同时 调查灭门案的警察 也来到了轻轨站外 夜观也在同一时间赶来 诗言只感觉一股静风从眼前刮过 但又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也就在这时 前面车厢传来了吵闹声 一男子神似慌张 打呼前面车厢有一女孩疯 见人就要 责任而逝 稳定好男子情绪后 胡队长带队冲了进去 饶视他们见多识广 眼前的景象也让他们震惊的说不出话来 此时的车厢犹如人间链鱼 且死法跟小美一家如出一辙 巨斗骨肉化水 只剩空空脾囊 胡队长立马掏枪应对 突然 轻轨一阵击杀车 停在了高架桥上 所有还在列车上的人 全部被困 与此同时 一阵稀稀缩缩的声音传来 小心 有东西过来了 什么玩意儿 你说什么 神情不对劲 别管我了 救命 我护士兵 请少带员 不行 嫌犯就在前面 你是一个警察 要请命令 你爸当初托轴骨 没错 我是一个警察 我爸说过 警察的职责就是要保护民众 守护正义 胡队长一脸无语 又无可奈何 朱颜掏枪救上 小心地在车厢搜寻着 也就在这时 小美出现在她身后 大嘴俱张 一把就扑了上去 朱颜单脚一等 拉开距离 小美却好像急起头 嘶吼着让朱颜救她 突然 小美喉咙发生距离 清津毙漏 似有什么东西 要从其喉咙钻出 她疯狂嘶吼 嘴巴疯狂扩大 甚至都扩大到头颈 疯了一声 下水到的美人头 从其嘴里钻出 见到眼前美人头 朱颜冷汗直冒 作为警察 她条件反射般地举起了枪 美人头身材臃肿 动作却飞快 几个辗转 张开血盆大口 就要吞下朱颜 朱颜枪口一转 防靠的燃机 子弹准确命中 打穿了美人头 朱颜趁势追击 又补了树枪 直至将子弹打光 美人头终于瘫倒 只能慢慢蠕动 也就在这时 身后终于来了同时之缘 和他们不明情况 贸然上前 两根触手修的一声命中 很快 蹊跷便流出黑色液体 瘫软在地的同时 浑身骨肉化为了血水 朱颜不由地想要后退 可吸收了能量的美人头 又猛着出现在他身后 朱颜心有所感 转过身时 美人头已经近在咫尺 甚至能闻到 他嘴中心腹的酸太微 只能仓促躲避 重量摔倒在地 眼见就要领合反之计 也关于踩着灵波微波 手中法宝金光大方 震退美人头的同时 说到金色天门 冲天而起 一页一般砸中了美人头身体 没事吧 小丫头 喂 你倒是过来帮忙啊 这次沾的英国可有点大了 嗖的一声 美人头也知叶冠宇不好扰 飞速钻毁了小美身体 反应过来的朱颜 心中确实掀起了惊涛海浪 她自小便能看到 常人看不到的东西 当她看向叶冠宇的时候 却发现其身上 竟有无数阴魂营脸 惊得她冷汗连连 此时 小美已经完全失去知觉 脱臼的下巴怎么也合不上 因为太过害人 叶冠宇贴心的胃琪 套上了塑料袋 喂 我看你灵力不错嘛 她却用得一塌糊涂 你是散修 啥 我 我是警察 对了 我是警察啊 你又是谁 不要破坏现场 别吵 我在封闭她的武窍 叶冠宇说完 便将烟点在了小美身前 烟雾营绕下 嗡名声大气 到了一句抱歉后 开启了咒语 回光夙眼 她要看看 小美生前到底遭遇了什么 很快 叶冠宇看到了她在河边 放生勾蛇 与狗蛇结下机缘 又看到她被孤立的家庭 父母永远只爱成绩优异的哥哥 才导致她许下 让家人永远消失的愿望 而且还看到三名头戴面具的神秘人 与此同时 一座神秘的地界 一名男子站在一座巨大有黑的洞口前 他一头白发 突然心有所感 提起手中佩剑 一见很像 沉浸在回光素影中的夜观雨 猛然惊醒 口喷鲜血 栽倒在地 原本没了动静的小美 突然又抖动了下 套在头上的塑料袋猛的燃烧 随后腾空而起 附身在机体内的妖物 暂时显示 躲我身后 别出来 以无真血为瘾 洞穿幽权之门 开 阴兵过界 生灵退散 注意面吧 一杆老是步枪 从地底冒出 虽然只是一杆步枪 但那妖物却被吓得亡魂坚 转眼间 一大群阴兵出现 砍杀震天下 挥舞的大刀 重杀而至 毫无意外 无数把刺刀刺捕妖物胸膛 露出小美真身 疯狂后腿 小美躲避不及 同样被阴兵穿胸而过 最后弥留知己 总算恢复了人的神志 喂 住手 这姑娘复古太深 已经救不了了 不去动 把手举起来 我不管你是谁 再不住手 我一定会在你的脑门上开个洞 警官 你脑袋怕是进水了吧 夜关于无奈举手 心里确实问候了 朱颜八百遍 这妖物已如复古之君 伸入着丫头朴素 已无法剥离 如果就此放音 这一车的人都得死 就在夜关于以为 眼前女人要犯傻事 却见她挽起袖子 毅然居然走向那妖物 一个剑步 一声大吼 竟然徒手似怪兽 应生生将小美从妖物手里夺回 随后为了躲避反击 经纵身一跃 跳出了车厢 夜关于无语至极 要是这女人死了 非得给自己平添一份因果 随即不再藏私 火缩从包里掏出一件法宝 领兵斗者皆阵列前行 收 周一念堡 雷光四射 腰带着不甘的怒吼 被吸入法器中 又干净利索地贴上了风符 做完一切 赶紧跑去探查朱岩情况 好在 狗舍最要钢筋 用尾巴吊住了两人 没多久 全副武装的领兵终于赶到 结束了这惊心动魄的轻轨惊 夜关于则回到了水族馆 此时挖小麻正翘着二郎腿 喝着蒙黑头 夜老大 你回来了 也给我弄一杯蒙黑头 哦 好 你这是咋了 夜老大 你的伤 此时的夜关于青筋毕露 胸口滋滋地冒着黑气 这一直是他的秘密 现在有人想用人生祭祀 打开昆仑旭的通道 这个伤也在跃跃欲试 召唤阴兵又使得这个伤口 持续扩大 他感觉到 昆仑旭与现实的边界 正在磨绘 且越来越近 警工市警局内 朱岩正在做笔录 小张听了觉得太肥一所思了 朱岩很是不爽 那你是怀疑我了 这时 欧科长走了过来 接下来换他来问 欧科长坐到朱岩对面说道 我是省厅特别情报科的欧楚良 希望你配合调查 特别情报科 没听说过啊 你胡我 哦 我们隶属那位系统比较低调 你懂的 欧楚良从档案中抽出了一张照片 彩色照片是一个诡异的图案 朱岩看了神情毅力 欧楚良问他 有什么看法 朱岩表示 这样的事应该去问见政客 欧楚良笑了笑 把藏在彩色照片下的一张黑白照片 拉了出来 朱岩看出对方有备而来 你什么意思 欧楚良把两张照片举了起来 右手这张是前天拍摄的 左手这张是从1998年的 悬案中中调取的 1998年7月28日 市局接到报警 你爸爸警员朱茂 奉命出警 被害人死状诡异 全身血肉骨骼化为黑水 紧于人皮 现场留下奇怪的涂鸦 8月20日 在锦江彩虹桥下的寒洞中 发现了朱茂的尸体 手里拿着一根奇怪的签条 说到这里 朱岩猛地一拍桌子 闭嘴 你到底想问什么 那要看 你能告诉我们什么 朱岩想起爸爸 曾告诫他 别去想这件事 沉默一阵后 他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欧楚良忽然盯着他 阴着脸问道 朱警官 你看得见吗 看见朱岩一脸疑惑 欧楚良笑着说问道这就行了 临走前 他告诫朱岩不要插手 这个案子省厅接手了 出了门 小张提醒欧楚良 圣物即将回归 悬门那边希望尽快解决这个案子 那些居于潜藏的妖物 怕是都在蠢蠢欲动 还有那个女警 总感觉有些不对劲 欧楚良从卡片里 召唤出天师道的浴鬼 让他去监视朱岩 折腾了一夜的朱岩 回到家里倒头就睡 渐渐地 他陷入了梦境里 梦境里出现了一座庙宇 忽然庙宇里 一只怪物冲了出来 紧接着有一个男人 从怪物身体里钻出 朱岩看出那是他爸爸 爸爸大喊着 那东西快出来了 让朱岩快跑 现实中 朱岩猛地惊醒过来 头昏脑胀的他 一边洗漱 一边想着昨天的事情 渐渐地 他想起了昨晚那名男子 总感觉 昨晚像是做了长梦一样 又想到昨晚救的女孩 最终还是领了便当 顿时一阵黯然 这个事和二十年的案子相关 朱岩打算去问问 老爸的老搭档胡队长 医院里 胡队长一问三不知 还不准朱岩继续查下去 朱岩表示自己 又看得见了 要来得迟早要来 胡队长听了 沉默了一阵 悠悠叹了口气 告诉朱岩资料在抽屉里 抽屉里放的是 朱岩爸爸的日记 因为里面的内容太过怪异 所以胡队长没有交上去 一直待在身边 他让朱岩看完 再决定还要不要查 当天 警局的法医实验室里 发生了命案 死了两个值班的警员 和一个夜班的法医 邓小小的尸体不见了 在案发现场 找到了一根签条 看了看现场尸体的惨状 欧楚良一脸凝重 心想要出大事了 这个男人 为了救中伤不醒的女儿 翻遍了所有古籍 然后他看到了一个传说 在下雨天的二十四点 到青龙正街 景江边的寒洞口许愿 有求必应 于贺龙王不显奇光 上下地旁 虚袭天房 随着这段念咒的完成 寒洞里的存在回应了他 如有何心愿 我希望我的女儿醒过来 救救我的女儿吧 求求你 如愿意奉上何等祭品 我的一切 从如所愿 收好此千 此乃幸 无会来收取无知祭品 男人捡起竹签 他不知道 自己已然犯下大错 不多时 男人的女儿并欲出院了 但没过多久 女儿就开始看到 一些奇怪的东西 爸爸 这个叔叔怎么飘在空中呀 小妍 你说什么呢 就是这个穿格子衬衣的叔叔啊 同事说 前天有个道友死在了这里 事出反常必有妖 他的一切 自然包括他的女儿 他很怕女儿成为祭品 他叮嘱女儿 把住自我 小妍 记住了 别去看 别去想 但在一次办案现场 看到那个祭祀的图案时 他就知道 他终于来了 他要来带走自己的女儿 男人不甘心 最终他想到 有一个人应该可以帮他 看到这里 爸爸的日记戛然而止 朱妍有些懊恼地 把资料甩到一边 这时 一张旧照片 从资料袋里掉了下来 朱妍捡起来一看 顿时愣住了 照片里的男人他见过 他的容颜至今没变 赫然就是前几天见过的叶关羽 一个昆仑须边上 一群神秘人正在搞事情 一位博士 正兴奋地做报告 君上 有反应了 伽马之正在升高 已经突破界限了 目标出现 他穿过结界了 哦 来了吗 话音单落 不听轰的一声 一个强大的存在现实 如乃何人 为何犯行 王毅之神 就这样永远沉于黑暗 你甘心吗 不如和我做个交易吧 说着 君上递出一只竹签 男人 你为何会有此 王毅之神啊 我听闻此千条 有一凶一击 对应着因果的两面 你只要寄斜到足够的生灵之气 这个女孩为了考上大学 学习到很晚 回家前在便利店 买了一盒饼干 走出门口时 被一个男子撞了一下 心想这人素质真谛 见到男子 还白嫖了一大把免费的棒棒糖 女孩更是一脸鄙视 她本想做轻轨回家 但去到站台 却被广播告知 今天的一号线已停运 女孩继续往下走 想要搭乘深夜的砖线 走着走着 她隐约听到 有呼救声从下方传来 女孩迟疑了一阵 最终还是鼓起勇气 走了下去 映入女孩眼帘的 是世界的暗面 两个怪物正在残害一名男子 女孩吓得把腿就跑 但很快她就绝望了 怪物的血盆大口 已然静在咫尺 警察局里 朱妍看着那张 1990年拍摄的照片 心想三十年了 样子一点没变 怎么可能 朱妍一阵头疼 忽然她听到一阵吵杂声 一名警员质疑女孩 在说谎 表示这世界 哪有什么妖魔鬼怪 女孩顿时急了 就在轻鬼站 真的有怪物啊 就在轻鬼站里 朱妍走过来了点情况 警员告诉她 女孩说 轻鬼里有怪物袭击她 朱妍问女孩 那你又是怎么逃掉的 当然是有人救我了 当时 怪物将女孩堵在了墙角 就在女孩绝望的时候 一个男子的声音 从怪物背后传来 不打算让我参一脚吗 男子说爸点了一根烟 刚吸了一口 他就突然把烟弹了出去 怪物巴拉巴拉的 估计是说 你小子找死 只见夜观雨 借助烟头的烟雾 使出了顿技前行 一下子尸体 就打飞了一只怪物 另外一只正想反击 却见夜观雨 掏出了一只小黄鸭玩具枪 退开吧 不然我保证 喷你一脸的狗血 怎么样 是胡一生的狗血 还是回那黑乎乎的温暖小洞 二选一 怪物思考了一下 怂了 带着伙伴钻回地底 临走前 还巴拉巴拉 意思是 小子有本事别走 我去喊人 见到怪物走了 夜观雨顿时松了一口气 还好吓退了他们 小朋友 你没事吧 夜观雨帅气地问道 想到这里 女孩犯起了花痴 告诉你们 那一瞬间 伦家的心就沦陷了啦 朱妍将一张照片 递到女孩面前 小妹妹 那个救你的人 是她吗 对 就是她 老帅了 听到女孩报案说 轻轨站里有怪物 朱妍立马去到轻轨站 探查情况 遵循着女孩的说法 她走下了地下通道 地下通道里十分昏暗 朱妍打开手电筒 四处张望着 忽然她踩到了什么 回头一看 发现是一滩绿色的液体 她用手摸了摸 感觉这液体很是粘稠 就在这时 一股越来越浓的血腥味 传了过来 朱妍寻着味道的方向 紧慎地走了过去 忽然墙壁上的神秘图案 吸引了她的注意 那图案她很熟悉 每次出现都伴随着命案 朱妍的手电筒下移 在图案的下方 她发现了一条水道 走进水道口罩了罩 她发现水道的墙壁上 满是血色封印 很是诡异 然而她非但不怕 还加快了脚步 她的手电筒 能照亮的区域有限 在她看不到的幽暗角落里 有怪物已经悄悄盯上了她 走过水道后 有一个大洞 面前的东西 让朱妍大吃一惊 因为这里竟然有一座石山 朱妍觉得这里的状况 实在是太夸张了 她准备先行撤离 墙壁上忽然有什么声音响起 朱妍一脸疑惑地 举起手电罩了过去 下一秒 她惊讶地发现 墙壁上爬满了怪物 朱妍下意识想要掏枪 却什么都没摸到 这才想起自己的枪被收了 她打算不惊动怪物 先上去叫支援 就在这时 一只手从身后捂住了她的口迷 来的是叶关羽 她比了个近身的手势 然后把朱妍的手电筒关掉 她说那些怪物实力不好 然后带着朱妍慢慢退了出去 到了水道里停下 叶关羽递给朱妍赤儒的鳞片 让她压在舌下 说是驱邪用的 紧接着她点燃一串鞭炮 朝洞里丢了进去 叶关羽也是松了一口气 呼 驱走了 要是一拥而上 就只能跑路了 妈的奸伤 这股脉的时候说能用三次 这才用一次就破了 说吧 她看了看身后的朱妍 心想又是这女的真是麻烦 她正想辩解几句 却不料咔嚓一声被锁住了手 叶关羽怒了 喂喂 你这是搞毛啊 朱妍黑得冷笑一声 我现在怀疑你与几桩凶杀案有关 你被拘捕了 黑山牛肉面馆里 这时 特别情报科的欧楚良正在干饭 忽然手机提示音响起 她点开一看 发现朱妍竟然和修行者在一起 顿时笑了 朱妍 你还说你什么都不知道 地下水道里 朱妍打探着叶关羽的身份 叶关羽把自己的名字告知 让朱妍看在两次救命之恩的份上 帮她解开靠子 朱妍表示上去后就解开 她很怕叶关羽诱玩消失 毕竟连续几起案件这家伙都在现场 还有那张旧照片 朱妍越来越好奇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 昆仑须边上 被称呼作军上的男子 正和博士在进行神将仪式 这是一个以水之属灵力者的躯体为客 在以生灵献祭驱动的仪式 随着被献祭生灵的增多 神灵的真容渐渐显现出来 昆仑射书在点燃其神灵 龙王 不多时龙王完全觉醒降临到了现实 他通过法眼看到 他所选定的神区正沿着因果之线寻觅而来 不过他等不及了 通过抽取军上一名手下的鲜血 组成一个圆形血印 他使出了名为苍旺之水的法术 陛下水道里的朱颜似有所赶回头看去 却见身后的水忽然汹涌而来 他连忙喊前面的叶关羽快跑 叶关羽绝望表示被靠着跑不快啊 朱颜突然发现了一条分岔路 他一把将叶关羽推了进去 然后自己也赶紧跑了过去 却不料脚下奇怪的向前一滑 他顿时失去了重心 摔倒在水流中被带走了 叶关羽看出这不是普通的水 是有什么东西在作祟想要带走那女人 他连忙追了上去 观察一番后 叶关羽看准时机 一个划铲将自己挂在栏杆上 他让朱颜抓住他的脚 朱颜眼急手快 啪的一声抓住了他的脚腕 然而栏杆是木质地带不动两人 咔嚓一声就断了 往下掉落的两人瞬间猛逼了 一个表示自己不会游泳 一个表示手铐还没解开 话音刚落 扑通一声两人掉在一个水潭里 朱颜不停打水力争上浮 然而很快还是沉了下去 只因叶关羽在下面死死地咬着他的裤子 叶关羽朝水底看了看 发现这里竟是一个人生祭祀场 而自己双手背靠着不能结印 他心想这次BBQ了 就在这时 他包里的青蛙麻西池钻了出来 看到水底的场景他心想糟了 然后连忙双手一盒施展神通文坛树 春江水暖鸭先知 岩出发随 瞬间一只小黄鸭将叶关羽两人驮在了背上 然而小黄鸭随波逐流 带着他们高速流向了泄红口 叶关羽连忙将自己的头挂在朱颜身上 这时麻西池再次施展文坛树 油烟全流冰下南 一时间水里开始结冰 减缓了水流速度 大难不死的叶关羽回头赞了一句 小麻 还是你靠得住啊 不多时 小黄鸭驮着叶关羽两人到了岸边 上岸后 叶关羽让朱颜赶紧给他解开手铐 朱颜却说要是捆在手电筒上一起丢了 叶关羽真是服了 只能让麻西池帮忙 却不料麻西池表示灵力耗尽 叶关羽顿时十分后悔救了朱颜 朱颜表示抱歉 还问他这里是什么地方 叶关羽看了看说道 是古代的地下水道 景观是千年以来都是古之西国的主城 地下水道千莫纵横修了又修 没人知道修了多深 多广 也没人知道 究竟有什么东西藏在黑暗深处 景观 咱们就到此为止 先上去吧 听着听着 朱颜隐约间在水道看见了什么 而且愈发清晰 看得出那是一座建筑 最后 朱颜甚至看清了建筑的名字 龙王庙 朱颜一脸不可知心 心想怎么可能 只因这龙王庙是他梦里来过的地方 这里有东西在呼唤着他 想起爸爸曾经告诫自己别去看别去想 朱颜突然就难受的耳鸣起来 叶关羽问他怎么了 他猜测是受地下气压影响引起耳鸣 在这虚与实的间隙 对环境还那么敏感 叶关羽心想这女人好强的灵感 他联想到先前敌人的目标邓小小是谁属性灵力者 现在目标又是面前这个灵感强的离谱的女人 再看看重建于地下用于祭祀的龙王庙 他心想难道有人想要复活那个邪神吗 叶关羽还感觉出朱颜越靠近龙王庙 他的灵力越发提升 他愈发确定龙王庙和朱颜肯定有联系 叶关羽忽然猛地回头看去 却诧异发现后面什么都没有 就在他想刚才那感觉怎么回事的时候 朱颜喊他赶紧走 他猜测照着龙王庙的天光应该是上面露下来的 上面很有可能有线索 叶关羽劝他别去了先去找出路 然而朱颜还在一直走 要不然这样 你看我反正也被考着帮不了忙 不如我先撤了 就不给您添麻烦了哈 叶关羽刚说完 朱颜停住了脚步 到了 上次邓小小梅就回来我很内疚 何况这桩案子还关系着二十年前的一桩悬案 我必须查到底 叶关羽看他一脸坚定的神情一时间愣着 但很快他又嬉皮笑脸起来 嘿 你一个小丫头 二十年前的案子关你屁事啊 朱颜回头盯着他说道 我叫朱颜 朱茂 是我爸 叶关羽一脸震惊 你是朱颜关的女儿 你果然认识我爸 叶关羽刚想说什么 身后突然一阵轰隆声传来 他不安地回头看去 却见一辆轻轨从上方猛地冲了下来 十多分钟前 欧楚良开车带着小张来到了轻轨站外面 把后备箱的天使道装备带上 两人朝着轻轨站快速跑 下去 到了轻轨站台两人都被惊住了 只因本该停运的轻轨竟然还在运行 轻轨在他们面前停下来打开了车门 欧楚良决定进去看看再说 欧楚良两人远远看到有怪物走了过来 他们及时使出了天使道的影盾之树藏了起来 小张认得这怪物是早耻 问科长要不要上 欧楚良表示早耻是群居妖兽 看看情况再说 但就在这时小张的手机忽然大声响了起来 欧楚良按道不好 只因一只早耻兽立马就朝他们扑杀过来 幸好欧楚良眼急手快 掏出卡片召唤了天使道的爆弹猫 只听轰的一声 那只早耻兽就被干掉了 但很快一大群的早耻兽围了过来 欧楚良举枪射击抵御前面的早耻兽 并吩咐小张去后面引怪 不多时 小张把后面车厢的早耻兽都引了过来 两人快速调换位置 欧楚良抵御后面的早耻兽 吩咐小张用截戒 我要炸断车厢间的连接 让那些凡人有逃难的机会 听到科长的话 小张立马开始施法 很快他施展出泰山道的画地围牢结界 一时间早耻兽都被困住 欧楚良掏出最后的三张爆弹猫 越过满是早耻兽的车厢 朝后面车厢的连接处扔了过去 只听轰隆一声 轻轨顿时被炸成两截 后面的那一截轻轻缓缓远去 欧楚良和小张所在的那一截却失控了 轻轨朝着一个洞冲了过去 冲过洞后 轻轨开始剧烈爆炸 小张及时报告发现了下面的朱颜和叶关羽 欧楚良吩咐不要波及他们 小张听霸块速捷硬是斩泰山道的实感当竖法 很快一块巨石拔第二气改变了轻轨的坠落方向 不过轻轨爆炸的气浪掀翻了叶关羽两 爆炸的碎片也朝着他们砸了下来 叶关羽看了觉得这下要完了 就在这时 欧楚良出现在他们身前 他快速掏出天师道的卡片玉林 召唤出一只气垫猫 挡住了轻轨爆炸的余威 看到从天而降的欧楚良 朱颜一脸惊讶 欧科长 你怎么来了 叶关羽看到欧楚良衣服上的悬子 认出他是滑下悬门的人 这时 欧楚良盯着他说道 喂 散修 还站得起来吗 站得起来就来帮忙 叶关羽一脸猛逼 帮 帮忙 欧楚良抬头看向上方 帮你自己活命了 一群枣齿兽从车厢里冲过来 欧楚良只能疯狂射击阻挡他们 然而枣齿兽实在太多 渐渐的双方距离被拉近了 叶关羽见状也是急了 我真是到了八辈子没了 你倒是快给我把靠子解开啊 欧楚良听罢让小张去帮他 但就在此时一只枣齿兽 忽然摸到了小张身后 小张只能先施法自保 很快又有几只枣齿兽 土盾到了欧楚良四周 下时间两人陷入了困境危险重重 忽然 龙王庙里传来了诡异的声音 场中的枣齿兽一时间愣着了 下一秒他们更是四散而逃 欧楚良看了一脸懵圈 这时龙王庙里传来的声音越来越大 鱼鹤龙王不显气光 上下地旁 虚膝天方 为雷为亭 为云为雨 朱炎听出念的是龙王庙的碑文 小张为叶关羽解开了靠子后 叶关羽让众人静观其变 只见一群青蛙摇着灵番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了出来 有开必先 弥求木马 恭迎陛下 重回常世 碑文念完 龙王庙顿时光芒大圣 龙王在虚空中踏水而至 他一女性面貌出现在众人面前 只见一条金龙环绕其身 叶关羽第一时间转过身去不看他 身边的小张却被吸引住了 这罗女怎么跟朱警官长得那么像 叶关羽听罢连忙喝指头 你他妈没见过女人吗 别去看她的眼睛 小张不明所以更加好奇看了过去 就在这时龙王的眼睛睁开了 小张见了瞬间烈火焚身 惨好起来 欧楚良问他怎么回事 小张说自己的法力在失控的燃烧 别诡较了 就在这危机关头 叶关羽直接一掌刀打晕了小张 然后从包里掏出一大把纸 紧接着把他们猛的撒了出去 欧楚良看到这么多替身指人 也是豁然一惊 只见叶关羽双手掐剑指大喝一手 下时间空中的替身指人 全都变化成他的模样 扑向龙王 面对这些替身 龙王的破法之童 只是简单地看了一眼 替身瞬间变回指人 并被燃烧殆尽 法宝一瞬间就被破 叶关羽顿时冷汗直流 这时龙王开口说道 凡人为何阻止无 无是来所取无之祭品 说着他看向朱颜 如乃彼腹应许之物 即乃无所选定之神区 凡人啊 语无何为一体 则辱也将登陵神座 说罢龙王开始夺舍朱颜的身体 叶关羽健壮高声怒喝道 朱警官 别听他的 朱颜煞时间清醒过来 神区 说着他拿起了欧楚良的枪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但老子可是警察呀 欧楚良刚想提醒 那不是凡人能用的武器 却见朱颜手中的枪在快速冲了 无论你是什么玩意儿 袭警都是重罪啊 说罢朱颜连续发射子弹 龙王猝不及防疫时间 被打得面目全非 这把欧楚良看呆了 怎么可能 但很快 龙王重新闪现在朱颜面前 并对他使出了破法之头 下时间朱颜身上的法力猛地燃烧起来 就在这时 叶关羽朝着龙王 制出一个小朱钱 灌让朱颜打爆他 只听喷的一声 里面的铜钱洒了出来 欧楚良认得那是武朱钱 心想这散修的法宝也太多了吧 百年获执 人间之气 给我锁 随着叶关羽的念咒 瞬间一大堆附 在武朱钱里的人间之气缠像龙王 叶关羽一把抓住朱颜 一手绕出钩蛇 好了 把钩蛇 钩蛇勾着四人急速向着地面飞去 邪神一声咆哮正活阴 其咆哮之力转眼 并要追上几人 叶关羽迅速咬破手指 以无真血为以 洞穿夭选之门 看 阴兵过尽 生灵脆散 一位阴兵 驾驶着二战石器的阵击 现在邪神捧虫攻击 随后直接撞上邪神 引发巨大暴战 公厕里 宝洁男正在工作 钩蛇对着镜子自领一番 下一秒 坑位里洪水爆发 宝洁吓得贪然在地 因为坑位里的洪水 竟然卷出了四个人 随后一番交谈 竟然各自离开 邝科长非常好奇 为何那名散秀的法宝如此之多 还有那个朱颜总 给他一种畏惧的感觉 科长 难道你使都爱我 画面一种 叶关羽刚要和朱颜倒霉 朱颜却扑通一声倒地不起 叶关羽翻开 他的瞳孔一看 什么 龙变 这 这女人的龙脉正在觉醒 老朱这两口子可真会伤 突然 叶关羽胸口发痛 身上的死灵之气 似乎收到了龙脉的吸引 开始疯狂发作 体内万鬼呼之欲出 你怎么整个呛得引令之气 我的老天呀 万鬼是神 太上朱天 神服正邪 正 随着高级震魂法术的施展 引令之气被递回体内 无奈叶关羽只能扛着朱颜先回自己家 野老大 你这是在见识吗 滚蛋 一个青蛙到底跟谁学的这些 男人和一只青蛙 正要给女人治疗 随着斯的一声 一人一挖竟同时闭上了眼睛 趁男人不注意青蛙睁开双眼 却发现女人身上早已布满了皱纹 原来这阵宇宙只有在发作的时候才会显现 是用来封印她的龙脉而活 那个血龙神盯上她也正是位子 朱颜的母亲是吴山马家的船人 自然也就有马家的血脉 二十年前夜关羽没能看出来 正是因为她的母亲给她下了封印 隐藏了血脉 二十年前老朱和龙王礼约之时 她就已经被那条龙所寄予 之前邪龙的神力破坏了她身上的封印 现在她的龙脉开始觉醒了 但她从未修行龙脉会侵蚀她的心智 现在以夜关羽的境界 也只能暂时补全封印 随着最后一笔完成 朱颜猛然睁开金色铜孔 心智仍旧未能恢复 只能施展书法再次镇压 次日清晨朱颜醒来之后 以为身上的睡衣是夜关于所患 便大汗流氓随后一招爆摔 把她给修理了一顿 接着她的眼中开始看到不一样的画面 女孩长着狐狸的尾巴 一只青蛙拿着脸盆开口书画 跑到店里的水族箱时 看到的却是各种水摇 还能听见他们的心声 好不容易打开大门 却依然发现这个世界 已经不再是她之前所看到的那样了 街上嘻嘻嚷嚷的全是摇滚 光怪陆离的世界 已经彻底展现在她的眼前 但她所不知道的是 伴随着血脉的觉醒 在她眼中 现实与须正在交错 此时夜关于暴起师父的画像 不禁感慨终于物色到了徒弟人选 这山门后继有人倒不了了 武当通天观 华夏玄门至武当派宗门所在 老天师正在给弟子下达天下行走的任务 每十年各大门派派出一人支援相关部门 现在时机已到 第三代唯一弟子原称领名下山 然而拜别祖师之时 看到左边的一处灵位 此人被太师祖逐出了师门 但留下了牌位 一想到这里 差点让老天师心脏病发作 要不是这个姓业的卷走了所有裤藏 咱们武当之余混成今天这样吗 女人浑身散发着黑气 在她的眼里 一对在正常不过的人类父子 却是长着综毛熊头人身的妖怪 女孩从小就能看见一物 她的妈妈告诉她 身为马家的传人 不管遇到什么妖魔鬼怪 只要对着她像这样逼有的一项 保管立马解决 然而当她第一次对着车外的黑影使用时 身上一块巨石砸中汽车 随后车辆失控 憋进了山羊 女孩的母亲伤势过重不幸去世 就在女孩被抢救之时 她看见了一团黑影 是一匹黑色的独角兽 然后又变成了判官模样的人形 再到现在 朱颜透过自己金色的眼眸 看到的全是形形色色的妖怪 当身边灰熊父子靠近之时 朱颜突然感觉饥饿难难 就要对着灰熊父子下手 但灰熊父亲的一句话 让朱颜回头看向了镜中的自己 她不敢相信 难道自己也是妖怪 这是叶关羽来到二人身边说道 你不是妖怪 你是龙脉者 见到叶关羽朱颜怒意夹着 随后再次黑话叫巴子 突然一声咆哮 二人原地暴战 灰熊父亲死死护着孩子 灵兵斗者接阵列前行 叶关羽双指尸肉戳中朱颜的灵心 接着一句风 朱颜倒飞几米开外 叶关羽笑着说道老师躺下吧 但就在这时 朱颜双指汇聚磅礴的灵力 指向一脸难以置信的叶关羽 就要使用母亲临终前 交给她的神通 只见她指尖上的灵力 汇聚到了极点 随后逼着一声 朝着叶关羽射出 但似乎没有任何效果 叶关羽连忙闪失 接着挡开朱颜的手臂 八卦掌 叶底藏花 一个肘鸡重重地 砸在朱颜的面颊 接着回头看去 朱颜神通施展的方向 仍旧没有任何变化 下一秒朱颜一击投锤 让其在路人的围观中 鼻血直流 就在众人讨论着 要不要报警时 朱颜的一招背后裸脚 让叶关羽彻底投降 也就在这时 朱颜恢复了神志 松开叶关羽之后 带她去到了局里 有太多的疑问 想得到她的回答 与此同时 还是刚刚的接头 行为纷纷停下了 脚步拿出手机 之前朱颜神通摄像的大厦 变光闪动 男人只是瞟了一眼 手机前的你 便被女友一击投锤 砸得鼻血直流 接着不顾单狗的目光 经大街上秀起了恩爱 虽然秀的方式有点独特 但很快就以TKO的方式结束 为了表达歉意 女人邀请男人到她单位吃饭 包剑的名字叫做审讯室 叶关羽被靠坦白从困 欣然接受了这顿饭 随后朱颜掏出一张 三十年前的照片 照片上的人 正是叶关羽和朱颜的母亲 为何三十年容颜未变丝毫 为何她认识自己的母亲 1998年7月13日 那天晚上店里已经打烊 朱茂茂着大爷找到了她 当时她显得异常疲惫 却又坐立不安 欲言又止 显然心中藏有大事 后来从她的口中 叶关羽了解了事情的经过 当她递出那根竹签时 叶关羽立即表示 此乃锦江龙王的命迁 此物非比寻常 是与神灵签订契约的凭证 而锦江龙王则不是一般的生灵 他是个邪神 他需要大量的生灵祭祀 就算是他救醒了朱颜 但朱颜已经被他盯上了 迟早会来取走他的生灵 于是便请求叶关羽帮忙 但被他拒绝了 随后朱茂便离开了 说到这里 朱颜表示父亲不会轻易放弃 这不向他的为人 无奈朱颜又掏出两张照片 同样相隔二十年 同样的被灭满了 但在受害者的家里 都出现了类似的图样 看到这里 叶关羽表示 这是妖怪们使用的文字 并不是什么图样 意思是门户即将打开 而祭品原为足够 还要更多更多的人生祭品 而门户指的并不是龙王庙 是在地下水道的更深处 还藏着更黑暗 更邪恶的东西 此时欧科长正看着二人对话 随后小张将叶关羽的资料 递给了他 叶关羽在1998年 做了修行者的登记 师称门派都不详 但奇怪的是 他登记的境界是通幽上级 他的境界不仅没有上升 反而下跌 并且过了二十年 他看上去依旧这么年轻 还有朱颜 总是给欧科长一种奇怪的感觉 这时叶关羽突然将水杯打翻 接着地上的水显现出 隔墙有二四个字 随后继续演变为八个字 今夜此时 凶案现场 为了躲避女友的纠缠 男人将自己关进了凶宅 建立人居然找了过来 男人无奈只能摊牌 因为凶案现场是因果律的节点 在这里施展回光素颖 可以看得格外清晰 之前距离隔墙有二不便多说 随后叶关羽将烟树立在地面 拉着朱颜将手置于强命 接着双手掐绝念动咒语 当原本飘洒的烟雾 突然停止之时 朱颜瞬间时光穿梭 进入了不同的空间 屋内邓家妇女在抢夺女孩的漫画 因为专注于漫画女孩的成绩下滑 面对父亲的家宝 女孩忍无可忍精神崩溃 接着画面一转 女孩来到了青龙街的青鬼站台 许下了那个让全家人消失的怨望 随后一个命签掉落 说明女孩已经和邪龙神达成了契约 她将以自己的生命 交换家人的死亡 朱颜企图冲过去阻止她捡起命签 但下一秒 她又穿梭到了局里的法医厅 正是刚刚学院女孩尸体的存放地 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 正吹着口哨 从政务保险柜里找到了命签 接着电话里 向着一位军上汇报了情况 画面再次转变 在地下河道的深处 叶冠羽和朱颜的父亲 正准备摧毁纳命签 纳命签原本是龙王在现实唯一的锚点 只要折断她 就能将邪龙王捉回昆文须面 但是折断命签也就意味着 朱颜会继续昏迷不醒 但如果让龙神救她 便会沾上阴骨 最后还是会取走朱颜的生灵 就在朱颜的父亲犹豫不决之时 身后女儿的一声呼唤 朱颜的父亲竟然听见 他转头看向小颜 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坚定地将命签递给朱颜 即使受到神力的疯狂侵蚀 他也要把这个决定交给小颜自己去做 就在朱颜快要接触到命签之时 突然洪水肆虑 将她和命签一起淹没 朱颜拼命地想去抓住命签 突然一个声音回答 凡人 你居然妄想打破阴谋之线 如知血脉乃契约之物 不必去知 眼见大片黑影袭来 朱颜指尖又是那灵力汇聚 随后心脏剧烈跳动 龙脉的自我保护催动 就在黑暗即将到来之时 朱颜举起右手指示必有的一声 顿时巨大的爆炸将黑影驱散 随后朝着命签快速游去 几乎是同时 朱颜握住了命签 但黑影也缠上了朱颜 突然背后一双手引出血 一把将朱颜拉回了县时 并且一起带回来的 还有那只她父亲为了救她 和龙王立下的命签 你知道开天辟地的盘骨长什么样吗 广播物质里写道 盘骨之君 龙手射身 虚为风雨 吹为雷电 盘骨的样子和我们想的巨人不一样 他是龙手而射身 并且不论是女蛙一伙雷色之神 都有龙的特征 万物同源 无论是人族还是妖怪 都来自于那条上古之龙 而龙脉 就是蕴藏在血脉中的远古神力 觉醒了古神力量的人 被称为龙脉者 自国也来 龙脉者无意不是拥有 同天之能的打修行者 如今龙王已经有了两个命签 一凶一级对应着因果的两面 从他重新点燃神明的那一刻起 他就是丛林现实的真神 想要战胜他光有血脉不行 还得提高自身修行 完全觉醒龙脉 想要提高自身修行 就得拜叶关羽为师 叶关羽让朱颜不着急回答 因为其中凶险万分 需要他考虑清楚 四日街头 叶关羽看着手中的照片 不接回忆起当晚拒绝了朱卯之后 他当时也拿出了这张照片 并表示他的老婆是乌山马家的玛丽 他说过 如果小颜遇到什么事 就来找叶关羽 叶师傅一定会帮忙 叶关羽大惊为何现在才来找他 看着照片上的小玛丽 乌山鬼城 这难道就是马家的宿命吗 随后便答应帮助朱茂 哎 小玛丽 你可真会给老子找麻烦了 这时朱颜站在窗边 安安下定了决心 与此同时 欧科长和小张也在看着夕阳 随后欧科长越想越不对 便令小张将龙王重现折射 越过省厅直接抱给上面 中间别经任何人的手 特别调查科的内部一定有内鬼 此时的武当山下 三代弟子元臣正坐着农机赶往警官室 地铁上 特别调查科的小张 多次出现的面具男 竟带着围裙出现在了他家里 原来面具男是小张太山道的师兄 特别调查科里的内鬼正是小张 当面具男正式邀请小张加入他们之时 小张立马拿出出魔枪让他出去 表示不想再和他们有任何关系 面具男没有多说什么 便出门离开了此处 这时小张上前查看母亲的状况 以为母亲失踪了换水 不曾想母亲双眼星红一把抓住了小张 接着一刀捅进了小张的父母 小张不可置信 却发现法力已经逐渐消失 刀中有毒抑制了他的法术 接着面具男身后出现一只巨型鹦鹉怪 拥有两种神通 学舌 重复目标三句话 每句话摄取一条生魂 师姐 牺牲一条生魂抵抗一次致命伤害 这家酒吧的客人全是妖怪 老板是这红毛大猩猩 而老板娘则是只猫妖 警官是专为妖怪设置的聚集场所 老孙是特殊族权办事处的负责人 这天胡药小七找到老孙 想要帮叶关羽打听关于圣物的消息 老孙没有立即回答 只是岔开了话题 小叶想要消息就得按规矩来 这个消息拿他的神区来换 还算等价 小七十分生气 老孙压根没把叶关羽当作朋友 大骂一通之后就要转身离开 等等 据说圣物不仅能让凡人觉醒如漫 还能让妖怪的神通禁敌 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了 出了酒吧 马锡池跳出来提醒道 有人在跟踪他们 刚一回头 就看见了一个戴帽子的修行者 小七装作楚楚可怜的样子 决定先下手围墙 妖术 狐火 释放出的狐火 却被此人全部躲开 当小七再次施展之时 泰山道万法归零 悬门泰山道的术法 让狐火瞬间消散 接着毛山道 玉鬼竟丢出一只鬼屋 朝着小七射出私望 随着修行者的一具琴 瞬间捆住了狐妖小七 眼见小七背景 就在路人以为表演街头魔术之时 小七使出了妖术 魅惑 小哥 放人家一马了 很遗憾 我是女人 随后询问老孙和他说了什么 接着在他的包里开始翻转 突然 神通 闻弹术 去向小天哥 就见一只老鹅 朝着修行者一顿乱出 然后小七和马希迟 赶紧逃了出来 这时小七让马希迟 待着别动 神通 都要邪术 话题 哟的一声 青蛙马希迟 竟变成了个小孩 接着告诉马希迟 赶紧回去通知夜观雨 他去引开修行者 此时大妖老孙 在楼上看得清清楚楚 接着拨通了电话 楚天君 你派人来我的场子 搞事是几个意思 信不过我 孙兄严重 少女回归太极 我只是不想节外生枝 消息已经帮你放出去了 别忘了你答应我 我什么 放心 但我与我支持 担气 用完并装手奉上 画面一转 这个叫楚天君的男人 正在纠击战队 一颗巨大的球体 注满了人叶 可以完美地保存神区 其内部20厘米厚度的签 更是可以躲开 观世的大臣检测 国切范格里畅道 阿周纳窥见宇宙之王 其千面圈眼前口 嘲笑无限过风 只见漫天其光翼 有如圣明朝威 唯有千颗太阳 方能欲知争辉 其言 无奈死神 无奈世界的毁灭者 军 复仇的时刻到来了 近日 无等将重临白昼 玄门必会毁灭 深山即将崛起 天空一道炸雷随后电闪剑 一道强烈剑气极锁 王叔 鼠山剑派天下行走 之后空中划出一道传送门 一位身背法宝的独眼女人走出 刘明远 泰山道天下行走 接着天空无人逆断 银森炫气指掌一下 宁采辰 茅山道天下行走 三人皆为动权手机 这可不是欧科长所能调动的人 突然一架运输直升机极锁 刘大人物即将出场 张明起 天师道天下行走 其父为天师道掌门首扑 积木为茅山道掌门之女 东方明昆仑派天下行走 一位双手背后最后走出之人 白平湖 防卫部一人管委会会者 在其身后的梁牧人马 乃防卫部特殊情报行动队 没组合主组的成员 此时滑下悬门的人 仅差武当派还未抵达 白会长事已马上开始紧急会议 此次圣武从海外回归 是国家和修行界的一件大事 绝不允许有任何的纰漏 这也是悬门派出精英弟子前来的原因 随后梅组组长李铁柱 开始发布作战计划 梅组先这样 再那样 接着B组先那样 再这样 大阵开启之后 警官是所有修行者和妖怪 境界都会被压制在出世境内 而天下行走的各位 作为后援激动 在总部待命 王树一身至刚见起 已听是待命便表示不服 梅组组长李铁柱嘴上也没灌着他 随后王树大喊一声 鼠山 遇见便被李铁柱一手捏薄 接着伸手向前迅速抓耳 一把便将王树按在了地上 同时嘲笑这么近的距离 结印愚蠢至极 突然王树怪力暴走 已经见过冥王的法乡 在其身后显现 龙脉 剑柜 欺凌山人 神通 见完三次 随后凌空下一树把黑箭叫飞出 但是一把手术剑突然架在他的脖上 每组其他成员瞬间将他控制 白会长此时猛的一排珠子 是以今日到此为止 天下行走们也没过多纠缠 但此时族长李铁柱的手 却在刚刚的怪力挣脱之下 颤颤为危 会后白会长叫住了欧楚良 原来警官大阵开启之后 只有佩戴玄门勋章的人才能不受限制 而刚刚的天下行走 却并没有拿到勋章 欧楚良不明所以 随后白会长解释道 事物不仅属于修行计 更是属于国家的 之所以对玄门有所防备 是因为离群所居者 如非野兽 则是神灵 那些居住于山上的 又到底是神还是兽呢